热点透视带大家来关心 史上最大面的国旗将在今年双十国庆登场 文化总会抢先曝光了彩排的画面 这个大型国旗长18公尺 宽12公尺重45公斤 弹开面积大约65平 到时候会由运输直升机来负责吊挂任务 通过总统府的上空 而负责制作的是军备局散制所 考量到抗风压的强度 国旗的接缝处还特别做了处理 确保旗面能够抵御风压的震动频率 而除了巨幅国旗的亮点之外 文总也透露 东奥跟帕奥的选手们 国庆大会上将会登上花车 接受大家喝彩 陆军CH4拐运输直升机 吊挂者大型国旗从天空飘扬入场 双十国庆下个月登场是非画面 抢先曝光 因为这是史上最大面的国旗 跟105年109年的国旗比较 今年的国旗长18公尺 宽12公尺 重达45公斤 全部展开 占地约65平 特别跟这个军备局的伞制所合作 那他们过去都是制作这个降落伞 所以不管是在材质上 或是技术上又更为专业 那透过他们的技术呢 将这次的这个国旗呢 在尺寸上面呢 再为放大 回过往年国庆 第一面国旗 在101年首度亮相约10平 108年的第二面国旗 约29平 今年则是创下国旗最大尺寸的新纪录 而国旗在空中飘扬 因应抗风压的强度 接缝处必须做强化处理 闪制所在这个部分呢 一定是有特别的去加强 让在这个空中飘扬好看的同时呢 也不会造成起面上的破损 请大家挥动手中的英雄机制 107年的国庆上 当时的亚运选手 夺下17面金牌的好成绩 登上国庆花车 接受喝彩 今年冬奥跟帕奥选手们 国庆大典上同样不缺席 我们会安排这个个型的车辆 那依照他们个人的比赛 或者是团队的比赛 甚至有一些教练 我们来让他们 可以在这个车队当中 用最尊荣的方式 然后在国庆大会上 接受大家的欢呼 虽然今年国庆大会 受到疫情影响 参加人数降到4000人 只开放300名民众现场管理 但选手跟巨幅国旗的亮点 依旧让人期待 记者先生台北报道